好了 我想解释一下 我们讲道的时候 不但去讲述这个事实 这个经文的事实 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 然后我们的目的 不但去写出这个真理 而是让人能够感受 神的恩典 神的作为 让人有动力去跟从 也感受神的爱 会心里面有对神的感激 这个就是我们用各样的方法 各样的智慧 将这个真理表达出来 让人能够听了之后 能够深深地感受 因为刚才我只是解释经文 刚才我上一个录音 我只是解释这个经文 现在我做的 不但去解释这个经文 也是能够怎样形容出来 让人感受这个经文神的作为 感受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用一些比喻 一些生活里面的比喻 去让人明白这些真理 也可以用对比 对比相反 相反的东西说出来 这个经文 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讲到 我们立志行事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是讲到神与我们 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 以致我们立志行事 我们决定要做一个事情 然后行出来都是神在推动我们 在感动我们 就看到神与我们是有 极度亲密的关系 在世界上如果我做一个对比 两个人合作或者是同工合作 如果两个人都能够同意 很多事情能够讨论 能够和平的讨论 已经是很好的 和平的一起合作 已经是非常好的 但两个人合作 永远不会好像神与我们 居住在我们里面 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这种合作 不会在世界上有的 在世界上是没有这种工作的 这是神能够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与我们有很亲密的关系 影响我们的内心的决定和形式 他的合一的程度 去到能够影响我们立志行事 就看到神与我们的联合 是非常的亲密 第一我们的回应是说 哇这个真的是非常美好 我们也说出这个恩典 真的很美好 神不是远的 有些人说神很远 觉得神好像离弃他们 好像他们祷告没有果效 其实神是常常在我们的里面运行 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这个是很大的恩典 也是很大的接纳 现在我去找出不同的这个恩典 同在是第一 第二是接纳 因为他接纳我们 才会住在我们的里面 如果他不看重我们 也是看重 是不是 看重我们 所以他会 就愿意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感动我们 这是 你可以写下来的 这些重点 就是他住在我们里面 非常深的合一 然后他会 接纳我们 看重我们 感动我们 带领我们 都是神在我们里面的 带领 我希望你们 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 我们需要用神给我们的思想 也用神给我们的灵 去感受经文中所说的话 就看到我们现在 已经有神 居住在我们里面 带领我们整个生命 所以我们不需要怕 现在这个是反面了 如果没有神同在 神会 人会怕 但现在不需要怕了 不需要怕 好像 我们生命 是不是走错路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深从 圣灵的感动 圣灵就会带领我们 我们就不需要怕 刚刚有一个人 在 发信息给我 问这个问题 说 因为他的教导 他接受的教导 是每一样决定 都需要问神 但他说 这给他很大的压力 因为他 有些小听到 有些小不能听到 他就很长时间的 等候等候 都没有得按 他说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 我就告诉他 有些人 的确能够 听到神的声音 但不是每个人 都能够听到 他可能是 有些小听到 有些小 不能听到 但他受的教导 有些人的教导 是这样的 你做什么 稍微重要的决定 都必定要求问神 神带领你 你才能去做 例如有人说 请你为我感谢 他会说 让我祷告一下 让神告诉我 是不是需要 为他感谢 有一个人 需要传福音 我要祷告 是不是传福音呢 有个人需要辅导 我要祷告一下 看看 神是不是要我辅导 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 这样的人 其实有些人告诉我 你常常为人敢邪灵 你常常去宣教 你要小心 你可能被魔鬼攻击 我说 我正从神 怎么会被魔鬼攻击 如果我犯罪 就会被魔鬼攻击 如果我正从神 不会的 而且 我告诉他 有些人听到神的声音 有些人没有听到神的声音 但有神的带领 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立即行事 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 叫我们 要叫我们成就他的美意 所以神是在带领我们的 我就回应他 如果你听到神的声音很好 你就去做 但你没有听到神的声音 但你有平安 你有这个动力 去做这个事情 你就放心去做 你祷告 心里平稳 安静 你就去做 例如有些人 有心侍奉神 做传道 但他们说 我没有受到神的感动 我不知道 神的声音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 做传道 我就问他 你是不是长期 有这个动力 长期有这个感动 如果你长期 有这个感动的话 就代表 神在你里面 叫你立志行事 他在不停地带领你 但很多就是 不乐这方面 他们只是要 听到神的声音 才肯定 但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其实神与我们的联合 是非常强烈的 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 好的话 这个关系就非常的 这个带领就会 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多 我们就可以放心了 如果我们有长期的感动 这些感动 是合乎圣经的 是对我们的生命和事奉 有帮助的 我们就放心去做 因为这是神在带领我们 叫我们立志行事 结果 就让我们看到这个 恩典是什么呢 叫我们对前面的路 放心 神帮助我们对前面的路 很平安 因为我知道神在 我心中带领我 所以我心中可以很平安 很轻松走这条路 而且如果我们留意自己 每一个决定都是回应神的 神感动我 我尊重神 我就尊重的 我是常常回应神的感动 常常回应神的感动 离开追 善待人 爱人如己 尊重神 侍奉神 都是尊重神的 心意 都是走神的路的话 我们就发觉里面的感动 每一样感动都是好的 当然有些时候会有罪的意念出现 有些时候会有些想发路啊 有些不好的意念 我们就马上求神圣灭 我们越求神圣灭 我们越能够领受神的带领 每一个感动 差不多所有感动都是重神来的 除了有些时候有些罪的意念 所以这个恩典非常的大 这个恩典就是说 神的陪伴这么真实 这么亲密 是很大的恩典 然后其他经文也 其实也配合这个教导 我们是与主成为一灵 当然从这个经文 而且从腓立比书二章一节开始 那你说什么呢 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 那时你们 深从 这个在世界掌权的这个邪灵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是 深从邪灵的 深从魔鬼的 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一节开始 但信的耶稣 我们到底是不是要神都掌权呢 有些基督徒是 这样的话 他就会蒙福 被神提升 但有些基督徒不是的 信的耶稣 还是爱世界 他们以为神又有世界 他们还是会犯罪 看到美女就会 就有淫恋 这些都是 他里面还有这个 罪的影响 还有魔鬼的影响 我们都会有罪 但我们马上处理的话 这个罪就不能控制我们了 所以这个与主成为一灵 这个经文的解释 是有程度的 有程度的 有些人是 差不多整个心灵 都是被神带领的 但的确很多基督徒 是被世界影响 被他们的情绪影响 所以这个是有程度的 越被神的灵带领 越与主成为一灵 他立志行事 就越有神的带领 然后第三个经文 加勒太书 二章二十节 也是说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神在我们里面活着 我们想这个内心 有一种想法是这样的 这个是我 这是基督 旁边 耶稣在我旁边 这是一种想法 但经文说 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这个意思 应该是说 祂就完全地 住在我们的里面 完全地带领我们 让我们与神 有十一度的亲密关系 其实哥林的前书六章十七节 是之前是讲到 与基督 联合的 就是与他成为一体 然后才讲这个经文 就讲到男女的配合 是成为一体 然后我们与神 是成为一灵 所以我们不许 耶稣在旁边 是耶稣掌管这个生命 这个生命所想 所做的 都是出于神 有些人就会说 这样 是不是就没有我了 我们还是有我 但这个我是被神掌管的 而且是我们乐意的尊重 因为神的掌管 是非常美好的 有些人想到这个掌管 就好像 现在没有我了 我是完全的 就是消息了 就是我变为耶稣了 我里面再没有自己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还有我们的个性 还有我们每个人的 不同的恩赐 有不同的护照 不同的目的 不同的想法 每个人思想的方法 都不同的 我不需要你们跟我 我需要你跟神 这些教导都需要你看到神的恩典 让你跟从神的感动 跟从神的恩典 当你跟从神的恩典的时候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 这个是神的创造的奇妙 每个人不同 但与神成为一灵 完全的结合 结合的手 连在一起的手 这个生命就变得很美丽了 你想象 这个植物 这个 这个是 不是真的植物 用这个比喻 现在这个植物 就是他自己的生命 如果神在他里面 就是在天堂的植物 在天堂的植物 是怎么样了 他们的叶子 都是非常美丽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的生命在他里头 所以这个生命 与这个植物的生命连在一起 就发挥出神的荣耀 同样我们的生命 也可以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 现在我去解释 这个恩典的奇妙 这是它是与我们 有这种亲密的关系 在我们里面运行 带领 感动 陪伴 加力量 这种极度亲密的关系 所有耶稣有的 我们都可以领受 当然我们不能变为神 但耶稣有的平安 喜乐 力量 智慧聪明 暗示能力 我们都可以有 因为神 他已经与我成为一灵了 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 而且我的思想都可以 变为神的思想 我所想的都是神的旨意 这样的话 我们所求的都会成就 因为你的心 就是跟从神的心意 好了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这个恩典 我就是鼓励你们 我们讲道的时候 不但去讲道这个经文 去细想这个经文对我们的影响 的程度 让人感受到 你现在感受一下 例如我们刚才敬拜 你感受神的平安 有些人就说 祷告有平安 但另外一种想法 神就在我的里面运行更强烈的 更强烈的在我里面 在带领我 我越信服神 越爱神的话 神就越掌权 我越有神的同在 我整个生命就会去基督活着 在我里面推动我 我的灵就是神 在我里面完全的掌权 这个希望我们能够 领受到这种恩典 好了 这个警告 这个讲道里面的警告 是怎么样的 有些基督信的要素了 但他挂念的是什么 钱 结婚 生儿女 人看中他 有权利 有些基督是这样 他以为他有神 也有世界 但其实他没有得到 神的大大的祝福 生命里面很多 误会的东西 很多罪 很多甚至被魔鬼的影响 所以 其实他活得很苦啊 没有平安 没有喜乐 没有盼望 他不知道前路是怎么样 但如果我们知道 神在我们里面运行 非常的亲密的关系 我就会 里面就很平稳 安静 因为是神带领我 我顺从圣灵的带领 我就凡事都放心了 好了 如何 如何 首先除掉垃圾 我说如何 常常去除掉垃圾 我有什么地方 拦住圣灵的感动 圣灵感动我 我不愿意 正宠 其中一个感动是这样的 有些人很怕 有这个祷告 神啊 你想我奉献多少钱呢 你就问这个 祷告 神啊 你想我奉献多少钱呢 神的得案可能令你很惊讶 因为他给你的束物 可能是 不是你本来求的 你本来想的 但这个意念来到 你就说不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这个 很难顺服 因为 很惧怕 很惧怕 但我希望你们看到 如果你真的顺服神 愿意顺服神的感动 去奉献 你的生命会 尽你神的 很大的祝福 很大的 膨胀 因为神喜悦你的生命 但我说这句话 不需要你有压力 而是说 神掌管我的经济 掌管我的一切 我都可以放弃了 我们就除 除掉这些垃圾了 有什么地方 不愿意顺服神的 例如 神感动你 不要跟家人吵架 不要跟你的老公吵架 虽然他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的老婆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不要因为他 而发怒 而轻抗他 伤害他 我们的里面 就会有这些感动 如果我们顺服神的话 我们顺服神的话 我们就会 除掉这些拦阻 我们细想一下 用一个比例 我右手代表神 左手代表 人自己的意念 我们顺着情欲的意念 如果这个 很爱主的话 是神掌管他的生命 你是不是这个状况 但很多人 他们无论做什么 就去传道 侍奉神 也是用自己的意念 我要建立一个大的教会 我要 有更多的奉献 在教会里面 很多的奉献 就是想到 就是我要得到什么 我要用什么方法 这个人不好 我要怎样对付他 不是用恩典带领 而是怎样对付他 这样的话 很多人不拘不绝 都是被 这个自己的情欲 影响 自己的思想 影响 我们就反思 我们的生命 说神啊 我有什么地方 没有 深层你的 求你帮助我 除掉这些负面的想法 也有很多人 不知道 情绪 继续发怒 继续烦恼 也是罪 这是继续担心 忧虑 烦恼 因为圣经里面说 烦不是出于信 都是罪 烦恼 是不去出于信 这是不去信神 而是担心 忧虑的话 生命就有破口了 然后 除掉垃圾 下一步 怎样做了 我们就学习 根据这个经文 留意神的同在 我们也多亲近神 留意在亲近神的时候 神的带领 现在我请你们 闭上眼睛 我们 试试 现在这个时候 感谢神 爱慕神 你自己对神说话 用简单的话 不去祈求 去爱慕神 神啊 你真好 你真美好 阿雷路亚 我们欢迎你 你住在我的里面 你与我成为一灵 你掌管我的生命 我一路 撒练 耶稣 阿雷路 阿雷路 祂美耶稣 阿雷路 阿雷路 祂美主 请大家留意你的内心的状况 你的内心的经历 留意神的同在带来的感觉 感受 我们就说 神啊 祂真的在我的里面 赐给我这个平安 轻松舒服 也有一种力量 好像 我形容好像一种沉重的 不是重担的沉重 而是好像 神的灵的重量 在我身上 好像有一种力量 降在我身上 耶稣 或者是平安 轻松 舒服 喜乐 感谢天父 求神帮助我们去留意 祷告 奉主耶稣 记住声明 阿们 你们在这样祷告 可能会感受一种 不同的感受 你就会发觉 你看现在可以 睁开眼镜了 你会发觉 是不是很不同啊 很不同的感受 这个就是我们留意 圣灵的同在 神的同在 神的带领 也留意 很多时候 神带领我们去 帮助某一个人 传福音啊 这个我们都留意 其实一个声音 很多人都会留意到 这是犯罪的时候 我们有些时候 还是对某人有 怒气啊 不接受啊 烦恼啊 我们就留意 圣灵怎样感动 我们去悔改 你留意到 你就说 神啊 我留意到 你的提醒 我现在就回应你 我就顺服你 我就尊重你 这样的话 我们就整个生命 更与神联合 更留意到 神的同在 然后 细节方面 怎样尊重呢 当我们有这个 感动的时候 例如不要犯罪 我们是不是 马上里面就处理了 我里面有这个 罪的意念 有这个怒气 是不是 我现在就回应神了 就会 神啊 我愿意 饶恕他 我愿意祝福他 我愿意 向这个人传福音 我愿意放下 我的自我 当我们愿意 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就会提升了 刚才我说这个 如何三方面 一方面是除掉垃圾 第二是 亲近神 得到神的力量 带领 在这个情况 也敏感 圣灵同在 带来的感动 第三 细节 细节上 怎样尊重 怎样在生活里面 留意到 圣灵的感动 留意到 圣灵赐给我们的 平安喜乐 圣灵提醒 我们不要犯罪 留意到 我们就越来越 跟从神 当然首先 我们必定相信 神的意念 必定是最好的 我们顺从神 就必定是最好 我告诉你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导 为什么呢 这个教导 如果你每天应用出来 会影响你整个生命 你整个生命 就越来越 接近神的心意 会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你的生命 就不再去 就去 但是做事情 你是常常与神联合的 我用一个例子 有些人会烦恼 为什么呢 就是他允许 这个烦恼 在他里面掌权 但如果我们 与神的这个亲密关系 留意到 圣灵感动 我们不要烦恼 我们就说 神在感动我 带领我 不要烦恼 依靠神 神必有出路的 但我们受试探的时候 总要为我们 看一条出路 叫我们能够 忍受得住 所以我就相信 这个时候神 去带领我的 我就顺服神 越留意到神的 带领的话 我们整个生命 就越忙福了 好了 然后挑战 最后挑战 那你愿不愿意 让神完全地掌管 你的生命 或者是 但是让你自己带领 很多基督徒 都是被自己的 西医带领 所以他们的生命 不能发挥出来 他们浪费生命 是浪费生命啊 去走的路 走很多白路 是去侍奉神 也是白做 因为用自己的方法 因为他们就是用 自己的控制人 用压力 强迫人 或者是带领人 去跟从他 都是用人的方法 但如果我们 用神的方法的话 我们的生命 就高度地提升 就不再是一样 你反思 自己里面 有没有一些 负面的力量 在你里面 你里面现在 有没有一些 负面的力量 我们现在祷告 求神带领我们 亲爱天父 感谢 赞美天父 要么你在带领我们 感动我们 我们整个生命 都可以被你带领 同时我们也留意到 我们里面有这个 罪的意念 这个负面的想法 这些 我们的软弱 我们的肉体 都在 带领我们 求神帮助我们 留意到这些声音 我们知道这个 肉体的带领 是有破坏性的 会破坏我们的生命的 我们愿意走神的路 我们走着神的路 越走着神的路 我们的生命 就越蒙福 整个生命 就越蒙福 我们的生命 就被提升 去到更高的层次 主 与我们同在 我们需要你 我们仰望你 我们感谢你 有神 万世主 有神的话 我们就有力量 我们就有 从神来的智慧 有神的带领 我们所做的事情 都合乎神的主意 我们感谢你 求神帮助我们 将我们心意 转过来 将我们心意 转过来 跟从神 心意更新而变化 被神改变 我们就能够 察验神的善良 存全和喜悦的主意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哈利路亚 跟从神最好 跟从神正轻松 因为神必定带领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生命 阿们 哈利路亚 赞美天父 哈利路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